好 今日再来看到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所拥有的社群媒体真相社群 在川普胜选之后 现在股价是一飞冲天了 因此呢 川普不只赢得了白沟 还一天就多赚了10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是320亿元 美国时间的周三呢 川普媒体的股价在盘前激增了35% 市值大约是90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2911亿元 好 不过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 川普媒体的股价 股市呢 已经跌到了这个历史新低 但是呢 就在10月底的时候 股价突然翻了三倍上涨 投票日的当天 川普的持股从原本的39亿美元上涨到了53亿美元 现在川普可以说是更有钱了 好 不过这一回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胜选 这也是他继2020年竞选总统连任失利之后 成功的逆袭重新回到白宫去 前立委蔡政员就认为 这次的美国大选可以形容成是 能干小人川普跟善良草包贺锦丽的对决 当然川普当选是完全不会让人意外的结果 很早很早一开始谈美选的时候 我就是川普一定当选 但是我喜欢贺锦丽当选 因为我说川普是一个能干的小人 贺锦丽是一个善良的草包 所以如果是一个善良的草包 来当美国总统 世界可能会比较安静一点 但是一个能干的小人 他什么小招数都会出来 世界上可能会硬物不来 那我看那几个指标说 怎么看都是川普赢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川普赢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很正常的 从一开始开票的前几个小时 我们就确定了就是说 所有的摇摆之后 川普一路领先 所以不管你什么通信投票 提早投票 反正就是那个票轨里面 通信投票有多少说多少 从头到尾都没有贺锦丽赢过的记录 上一次川普跟拜登在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有周还有反转 就是一下子川普比较多 一下可是没有这一次 几个摇摆周一路领先 那就没话讲了 所以美国选举 总统选举平安落幕 不用紧张了 因为川普没当选才会闹事 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过去四年习近平跟拜登 在台海议题上慢慢磨出了一套共管默契 现在要重新来过一次了 相较于拜登时常赞扬台湾的民主成就 川普其实更多的是 从战略还有经济的角度来看台湾 而且曾经有了圆桌跟比肩 来比喻两岸之间的实力差距 这是中国时报所做的新闻透视 就有特别提到了 当然两岸之间的关系 镶嵌于中美关系架构 面对未来不可测的川普 还有中美关系 台湾反而应该要先稳住两岸 不冒进透过江强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对话 来因应中美变局 好 当然呢 针对了这个川普已经顺利当选了 总统赖清德6号也有表达祝贺之意 强调的是台美之间的伙伴关系 建立在共享的价值还有利益之上 有信心持续扮演区域稳定的基石 当然朝野政党也分别透过了不同的管道 向共和党致贺 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呢 8号这一天即将要率团到华府跟美国的政要会谈 当然外界比较关注的是 到底有没有可能有所谓的川赖通话呢 根据了解 虽然我方有积极的在做争取 但是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呢 随着这个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各界当然持续聚焦的就是 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化呢 这个是来自于路透社有一篇特稿指出哦 川普必然会再用关税来当作美中贸易战的武器 当然对于大陆的经济一定是有冲击的 但是呢 川普的孤立主义倾向 也给北京带来国际关系上的机会 因为呢 可以借此来扩大一下在全球的影响力 另外呢 美国也把台湾当成了经济竞争的对手 对于台湾的安全支持 显然也是会减小的 好 再来听到的是实时评论人赖月谦老师就认为 美国现在的政治形态越来越走向低俗化 而且是没有下线的 很多民众呢 都对于民主党跟共和党感到很厌恶 但是却没有足够强大的第三势力来颠覆现有的局势 好 这个部分跟台湾目前的政治环境 其实是蛮像的 美国的选民走向台湾的方式在走 一模一样 美国现在一直在追着台湾走 台湾的政治越搞越糟嘛 越来越低俗 美国也跟着台湾走越来越低俗 而且越来越没有品德 没有下线 川普不但可以说谎 他还可以跟AV的乱搞 然后他的道德没有下线 而且呢 他本身是被弹劾两次 被弹劾两次是代表他的品德 政治道德有严重瑕疵 而且有三十几项 在法官还在审理中 是犯罪的 是重罪的 一个重罪的涉嫌人 一个被弹劾的政治上的道德 是极为丑陋的人 然后品德是毫无下线的人 然后他可以被美国人支持 成为一个美国的总统 那你想想看 一个美国的政治已经堕落到 已经腐败到什么样的情况 好 这不打紧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 他们对于两党 民主党 共和党 他们失望到极点 其实台湾不也一样吗 台湾是不是对国民党 对民进党 是不是失望到极点 这一些不喜欢两党的人 他出来的时候 他们是很多元化的 那很多元化的情形下 我们又没有办法 把它的轮廓化得很清楚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高举一个旗帜 然后把这些人 都找到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 相同点 共同的政治理念 把他们集合起来 成为同党的同志 然后变成一个政党 没有嘛 那没有 我觉得台湾的 你看反反复复 出走主心党失败 出走主心党失败 蓝的绿的都一样 一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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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还是一筹莫展 我个人估计美国也是 因为美国现在的共和党 跟民主党已经腐败到 美国的选民 已经是厌恶到极点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们没有路走 因为他们太多元了 就是不喜欢这两党的人 跟我们台湾一样 很多元 可是我们目前找不到一个 最大的一个共同的价值 把这些人框起来 然后组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第三党 我看美国也不可能 也目前做不到 台湾目前还做不到 美国也做不到 那也就是我们一直堕落台湾 美国也跟着我们的屁股 一直堕落 了不起 美国大选变天了 前总统川普再度入主白宫 势必将会牵动世界的情势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常常在脸书上 发表自己对时事看法的 医师沈正南就特别提到了 川普怎么讲台湾呢 他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金片生意 希望我们保护 要交保护费 当然为了美国的利益 必要的时候就会把你卖掉 也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在那边说 以美论是认知作战 不就是七月半压吗 好 接下来俄乌战争会怎么走呢 川普说 泽伦斯基根本不该让俄乌战争发生 直呼系好安全带 因为川普的政治大秀又要上场了 好 这一回就要看 谁会被fire了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肤露 全焦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力密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简直到后 会发生 随机